這疫情嚴重 台南市政府為了要讓市民折騰到目前 向益的各項主席推出到COVID-19疫苗榜 讓大家可以透過到地方的方式 清楚了解政局的情形 在每一段時間來 到立足五萬人房舊房來查順 這房子配合到主疫苗 地方站頂管也可以來添加到主疫苗的政法主席 民眾可以多多利用 由於已經要緊在討台南市政府率先其他管制 撤出COVID-19疫苗榜 放在市政府關注網站的專項 提供大家查順 把方向主席跟發展者腳踏的地圖上消息 影響跟發展方式 好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到疫情的相關信息 這次配合主疫苗社經濟疫苗的主席 提供民眾拿到第一次的環境主席 由台南市政府的智慧城市辦公室 這邊來負責整個疫苗版的規劃作業 在5月28日的時候就正式推出上線 推出之後在10天內就到達25萬的一個到訪量 那在6月13日這時候開始推出升級版 那疫苗開始施打之後 民眾對資訊的一個需求 明顯有迫切的一個需要 所以我們推出這個升級版 主要就是針對疫苗施打的一個 族群的優先順序 還有施打的日程 以及施打的接種地圖 來做完整的呈現 讓民眾可以在一張地圖上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一些資訊 將中央方向的信息清清澈色 更加在地圖上這電圈 獨得是提供民眾一個查詢的關注 同時也能快速提到進卡的消息 並且聽到更消息三行驚訝 同時基進府也電圈近幾年以來 設為更新的行動 或民眾可以到達到來利用這行租完 將會當作合方向的考慮 好一情 再去消退 既家的情務 基進府 彩虹伯德 下輩息 下輩息 下輩息